若望福音第十一章 若望福音第十一章 玛利亚就是那曾用香液腐没过主,并用自己的头发擦干过他脚的妇人,患病的拉习禄是他的兄弟 他们只每二人便派人到耶稣那里说,主啊,你所爱的病了 耶稣听了,便说,这病不至于死,只是为彰显天主的光荣,并为叫天主子因此受到光荣 耶稣诉爱马以大及他的妹妹和拉习禄 当他听说拉习禄病了,仍在原地逗留了两天 此后,才对门徒说,我们再往犹太去吧 门徒向他说,拉比,近来犹太人逃谋宅死你,你又要往哪里去吗 耶稣回答说,百日不是有十二个时辰吗 人若在百日行路,不会碰跌,因为看得见这世界的光 人若在黑夜行路,就要碰跌,因为他没有光 耶稣说了这些话,又给他们说 我们的朋友拉习禄睡着了,我要去叫醒他 门徒便对他说,主,若是他睡着了,必定好了 耶稣原是指他的死说的,他们却以为他是指安眠睡觉说的 然后,耶稣就明明地向他们说,拉习禄死了 为了你们,我喜欢我不在哪里,好叫你们相信,我们到他哪里去吧 号称滴滴摩的多默便向其他的同伴说,我们也去,同他一起死吧 耶稣一到鸟白达尼,得知拉习禄在坟墓里已经四天了 白达尼靠近耶路撒冷,伤他约十五师塔敌 因而有许多犹太人来到马尔大和马利亚那里,为他们兄弟的死安慰他们 马尔大一听说耶稣来了,便去迎接他,马利亚迎坐在家里 马尔大对耶稣说,主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决不会死 就是现在,我也知道,你无论向天主求什么,天主必要刺激你 耶稣对他说,你的兄弟必定要复活 马尔大说,我知道在末日复活时,他必要复活 耶稣对他说,我就是复活,就是生命 信从我的,即使死了,仍要活着 凡活着,而信从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你信吗? 他回答说,是的主,我信你是墨西亚,天主指,要来到世界上的那一位 他说了这话,就去叫他的妹妹马尼亚,偷偷地说,师父来了,他叫你 马尼亚一听说,立时起身到耶稣那里去了 那时,耶稣还没有尽村庄,仍在马尔大迎接他的地方 那些同马尼亚在家,安慰他的犹太人,见他急忙起身出去,便跟着他,以为他往坟墓上去哭泣 当马尼亚来到耶稣所在的地方,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向他说,主,若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决不会死 耶稣看见他哭泣,患有同他一起来的犹太人也哭泣,变心神感伤,难过起来 谁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主,你来,看罢 耶稣留泣鸟,于是犹太人说,看他多摩爱他 其中有些人说,这个开尿核子眼睛的,在不能使这人也不死摩 耶稣心中又感伤起来,来到坟墓前,这坟墓是个洞穴,前面有一块石头堵着 耶稣说,挪开这块石头,死者的姐姐马尔大向他说,主,已经臭了,因为已有四天鸟 耶稣对他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如果你信,就会看到天主的光荣吗 他们便挪开了石头,耶稣举目向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苦听了我 我本来知道你常常苦听我,但是,我说这话,是为了四周暂立的群众,好叫他们信是你派遣了我 说完这话,便大声喊说,拉杂禄,出来罢 死者便出来了,脚和手都前着布条,面上还蒙着汗巾 耶稣向他们说,解开他,让他行走罢 那些来到玛利亚那里的犹太人,一看到耶稣所行的事,就有许多人信了他 他们中也有一些道法利赛人那里去,把耶稣所行的报告给他们 因此,施制掌和法利赛人召集了会议,说,这人行了许多奇迹,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让他这样,众人都会信从他,罗马人必要来,连我们的圣殿和民族都要除掉 他们中有一个名叫概法的,正是哪一年的大师祭,对他们说,你们什么都不懂 也不想想,叫一个人替百姓死,以免全民族灭亡,这为你们多么有利 这话不是犹他自己说出的,只因他是哪年的大师祭,才预言了耶稣将为民族而死 不但为犹太民族而且也是为使那四散的天主的儿女都聚集归一 从那一天起,他们就已决要杀害耶稣 因此,耶稣不再公开地在犹太人中往来,却从那里往临近方野的地方去,来到一座名叫厄弗辣恩的城,在那里和他的门徒住下了 犹太人 的如月始终要传 alltså predominant amount 所以,许多人在如月姓前 ,从乡间上了耶路撒冷 要圣结自己 他们就尋找耶稣,并暂在圣殿内,给此谈论说,你们想什么?他来不来过节呢? 施制掌和法利塞人早已颁法命令 如果有人知道他在哪里 就该通知他们好去捉拿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